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搞不清楚到底人性是善是温 我跟他说那是学生的见解 见解不圆满了 老师的见解就圆满了 老师是谁 老师是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说 人之初 性相近 习相远 性相近跟佛讲的 自信是一样的 佛信啊 从信上看 一切众生本来称佛 那叫至善 孟子 行子是闲人 不是圣人 所以他们讲的善物是习信 不是本信 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 看本信啊 不是看习信啊 习信有善物 本信没有善物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要学佛菩萨 要学世出世间 大圣大行 看一切众生的本性 不要去看习信 习信不是真的吗 本性才是真的 习信染上不好的习信了 可以改的 我们要有耐心 要有智慧 要有善巧方便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改正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为什么呢 所以有一切众生 跟自己同一个发生 同一个本体 这样修佛 这样做学问 做功夫 你才会有成就 你才能够 转你为物 转我为善 转凡成圣 不管你现在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地位 你得清楚 一品光明 佛家讲的时候 金色光明